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婆婆带着我和老公在家后 又给他们生下了一个妹妹 我老公和我婆婆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 我那个跟着公公长大的小叔子 更是不待见我婆婆 我和老公结婚后就自己搬出来住了 老公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自己有一份很不错的事业 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老公比任何人都努力 只是想证明自己 想给我和孩子最好的 所以我们自己有能力搬出来 过着我们一家的小日子 记得第一次见小叔子的时候 还是我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 小叔子让我们特别的帅气 他和我老公的关系十分的好 他都是三天两头找我们 所以我们见会的机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小叔子从来没有主动提起婆婆婆 老公说我这个小叔子十分的不大意见我婆婆 其实我婆婆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她对我和孩子都很好 但是我每次提起小叔子的时候 都会看到她默默的擦眼泪 我也很心疼 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安慰 婆婆照顾我生孩子那段时间 小叔子一次都没有来过我们家 婆婆走后她才带着东西来看她的小侄儿 我和老公给儿子过三岁生的时候 小叔子也带着她的女朋友来了 并且说他们准备买房结婚了 我和老公自然是高兴的 小叔子也终于要成家了 而且小叔子也是靠自己的能力买了房 虽然只是付了一个首付 但是在我看来 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 至少很有上进心 没有无所事事 送走小叔子之后我和老公商量着 小叔子结婚我们送什么好 看着儿子拿着今天老公买给他的玩具汽车 他催泪还说 宝宝喜欢车车 爸爸喜欢车车 妈妈喜欢车车 叔叔喜欢车车 阿姨也喜欢车车 我和老公对视了一眼 那就送小叔子一辆车吧 老公说反正我有两辆车 随便送他一辆吧 我敲了老公的一下头说 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 老公抱着我说逗你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 你对我的弟弟也这么大方 我笑着说 毕竟现在也只有这么几个兄弟 互相帮臣都是应该的 小叔子的婚期很快就到了 小叔子结婚 我送了一辆三十万的车 把钥匙给小叔子的时候 他气高兴 也有些不好意思 我老公抱着他的肩说 去试一试 结婚就用他去接你的新娘 这是哥哥和嫂子送你的礼物 但是他打开车门后 却撒腿就跑 我也弄不清什么情况 走过去一看 原来婆婆还在车上不敢下车 我就说婆婆 明明跟我一起来的呀 原来婆婆是怕见到小叔子 觉得对不起她 也不敢见她 我看着小叔子的背影 我叹了一口气 抱住婆婆 安慰着婆婆 我以为小叔子不会回来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小叔子居然又回来了 跪在了我婆婆的面前说 对不起妈 我不该躲你这么多年 婆婆见到小叔子的话 更是气不成声的说 瓜儿子 是妈妈对不起你呀 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以后妈妈好好补偿你 老公抱着我也流下了眼泪 其实这件事情 并没有对和错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改善了小叔子和婆婆的关系 婆婆当初离婚 没有带走小叔子 也是逼不得已 小叔子因为这件事怪婆婆 也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 应该是最好的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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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与